啊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给我身后这台86年的巴黎夫人换前头灯 那么头灯它已经不够亮了 所以我们今天想把它改装一下 改成led的头灯 要先把它卸下来的话 先要把这个前面这个框给拆下来 这里一个钉子 这里一个 侧面这里 侧面这里还有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所以一共是六个钉子 我们将会使用T式的螺丝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六个钉子卸下来以后 这个就可以拿下来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你的头灯呢 是被这个铁片是呃 框住的 所以要用十字螺丝刀把这里一个 两个 还有底下 这里三个 四个螺丝给它卸下来 灯罩呢 就直接可以拿下来 要小心一点 不然这个灯会直接摔出来 因为它全靠这个灯罩固定住 所以我们把灯罩放在一边 然后再回来看这个灯 把灯可以直接拉出来 可以看到后面是连着线的 那这个呢 直接给它拔出来就行了 这样就拔掉了 可以看到里面呢 它的插头是三角形的 它接口是三角形的 ok 现在我们把这 这一个也给拆下来 这个是你的远光灯 那远光灯呢 它是两个插口的 我们同样也把它先拔掉 ok 现在在我们面前呢 这是一箱 LED的头灯 那里面看一下都有什么 有一个手机软件的感应器 安装说明 四个灯 还有adapter 就是转换器 一捆子线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 它有一个灯的开关 那你开了以后呢 它这里自动下来就是 有一个又有一个开关 它有一个转换器 是进光灯 low beam和high beam 进光灯和远光灯 那么它默认 如果你一打开开关的话 它就是进光灯 所以进光灯下来 这边下来 10 10 10呢 就是棕色 就像这个棕色一样 所以它一根线是连在这根灯上的 那么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是前 前面灯是有四个 两个是外侧的 还有两个是内侧的 那么一边相当于这是分开 一边两个灯嘛 那么 这两个灯 我们刚刚已经卸下来了 那首先要看它的线是怎么怎么怎么连上的 那可以看到最外面的这个灯泡呢 它是有三条线连着的 一条 两条 三条 进光灯下来 它是棕色的线 是进光灯 green 就是绿色的线嘛 绿色的线 然后底下是有一个 black black 就是黑色的线 就是属于ground 那这个标志是属于ground 就是连接在一个金属上面的 那么这个灯呢 它只有只有远光灯 所以它只有一条绿色的线 green 还有一条黑色的线连着那个金属 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接线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棕色的进光灯 绿色的绿色的是远光灯 黑色的接ground 黑色对黑色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按照这个来把我们新的灯给接上 led灯用商家给的这个转换接头 我们先给它装上 这个转换接头你是必须要用的 这样方便你对接线 刚刚那本书上说的是绿色属于远光灯 棕色属于进光灯 然后黑色属于ground 那我们看着这个接头先把ground给连上 所以黑色对黑色 黑色的线找到黑色了 黑色是最左边这个东西 好插进去 黑色 ok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也不知道这个红色和黄色是要跟跟跟哪一条线走 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是 近光灯 绿色是远光灯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随便 你就把它随便接进去 比如说红色 我连着绿色 黄色连着棕色 然后红色插进去 ok 大家可以看到灯在那边 对吧 我们现在呢 先把灯打开 好 可以看到它的近光灯是是闪着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远光灯打开 好 远光灯关掉 远光灯打开 所以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成功了 现在把它关掉 也就是说那样子连线就是正确的 如果你接错了的话 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打开灯的时候 它那个灯不亮 或者你打开 远光灯的时候那个灯熄了 如果有 如果你的不正常工作的话 证明你接错了 你就把那个线换一下就好了 这个外面灯 我们已经连上了嘛 最靠里面这个灯呢 是只有 只有高光 只有远光灯 还有一条ground的线 那我们该怎么把这个 三孔的插头接进去呢 我们绿色连的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红色的线呢 把这条红色的线连在绿色那里 然后把黑色的线对着黑色连 那么黄色这个我们就先不管 绿色 连红色 然后黑色连黑色 那现在可以看到灯在那 首先我们先把灯给亮起来 OK 那一盏灯 左边的一盏灯是只会亮远光灯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远光灯打开 OK 两盏灯都亮 没有问题 那我们把灯关了 现在就是 没有问题 我们同样的把 这边的两盏灯也换上 四个灯 我们现在都已经接好了 现在的说明是说 灯全部接着黑色的插口 然后红色的插口接上控制盒子 然后控制盒子 接12伏的 红线接12伏的电池的正极 然后黑色接一个ground 那在这个灯的接口 那有一个这个圆圈 那这个把它连上 然后把它拧上拧紧 这四条线全部连接到这个板上 然后这个板呢 有一条红色的线 我们连接在这个控制盒上 这个连上以后 我们现在把 这一段红色的线连着这个电池的正极 然后黑色这个线呢 我们连着复极 哇哦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了 我们就先把灯给装好 这样省得以后麻烦 先把线都连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保护它以后 不会被这些风啊 雪啊 损伤这个线 他那三个插座直接给他接上 然后用胶带给他缠起来 他这根灯连着控制器的这个呢 从车的后面给他绕进来 在这 空气风呢 直接穿过来这 因为到时候这些线都要进去嘛 八分之三的这种 塑料管子 我要是为了保护线嘛 我们去量一下长度 然后剪一剪一段下来 这种管子呢 都是有开口的 你直接把线穿进去就行了 然后我们用胶带 绝缘胶带给这缠一圈 现在已经粘好了 就像这样 把这个塑料管全部粘起来 这样的话就能防止 这些线呢 在风吹雨晒加 下雪以后呢 再加上这些风力的边缘摩擦呢 会受损 然后呢 把这四个灯全部都像这样做 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希望 你接好了 做了这些麻烦的事情以后 将来有一天有一个线 比如说在这刮了蹭了 然后断了 你然后你要去把它全部拆了 然后这样去搞 最好还是先把保护措施做好 中间两个灯只是大的 远光灯 所以它这里只有两个接口 这个不用的接口呢 我们就把它粘掉 然后再把这些全部粘一起 在我把这个灯罩装进去之前呢 我需要告诉大家 你这个螺丝 它因为它这个尺寸是aftermarket嘛 所以它这个灯它有可能是 不太合适 你可能要做一点切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个呢 没关系 就是这个螺丝 你不用把它拧到死那种感觉 就是只要紧了就行 只要它不动了就行 别太用力 别把它一定要拧得很死很死 结果把这个灯罩都给挤烂了 像这 像这 你看到它其实灯是有点凸出来的 在灯罩的外面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它不动就行了 六个螺丝像我们之前那样 全部给它拧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灯呢 已经装好了 固定好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线的问题 这些线要放在哪 把这些散落在这的线处理一下 OK 那我选择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你放哪都行 只要不要太热的地方就行 那我选择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话不怕热嘛 然后如果这个盖 盖下来的话 它完全不会压到线 所以我们选在这呢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线固定好就行 那我选择呢 用这种 Zip Tide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从线侧面进去 然后这边 然后从这边拿起来 在这个线之上把它们两个捆住 OK 大功高成 那这个线 你这样动一下 它都不会起来 不要弄得太紧 这边线固定好以后 我们就准备把这个盒子给固定一下 我们也会用到Zip Tide 但是由于他 他厂家给的这个圈呢 太小了 我这个Zip Tide 有点粗 所以我们呢 要想办法把这个洞呢 给钻大一点 拿着把改刀 给他 在那个圈圈里面转 Zip Tide 一端穿过这个 像这样 绑在这上面 换给他不不那么动就行了 那黑线是个Ground wire Ground wire 就连就连接到金属片上面 那这个金属片 我们会加一条线在这 连到这个地方 然后红色的那条线 我们也会加一条线 电源线 我们连接到里面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地方 从这个 Firewall里面穿到里面去 刚刚讲的不是很清楚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这一根粗线呢 是控制盒的线 它有一个红线和黑线 红色的接电源 黑线接负极 电源负极 或者是这些铁片 那我所做的呢 就是在黑线 用黑 在这个黑线的地方呢 用这个工具的这里 像一个刀片一样给它剪断了 给这线的一头接上了一个这个 母的接头 然后截断一条这样的多余的线 一头呢 像这里 接了一个圆盘把它定在这了 然后呢 这一头呢 再接一个弓的插头 然后把多余的线 还有黑线连上 然后同时用胶带把它封住了 那么这条电源线呢 我们要 一直连到里面的电阻盒里面 所以我们先把它剪断以后 接了一个母的接头 然后现在我们要 要再拿一些多余的线 一端 接上这个工接头 然后连着这里 另一端 我们放到电阻里面 所以我们要量一下这个 车从这里 到里面 我们穿过这个防火墙 到里面 需要多长的线 懂事希望要拿多一点的线 如果你多长了 你可以把它剪短 但是如果你短了的话 你就 又要再做这些 接线的东西 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先量一量 需要多长的线 当你知道了 你想要的长度是这么长以后 你量好以后 用着锋利的刀片的这一边剪断 现在把这一头 给它剥掉 粗一点 切好以后 试一下它会不会掉 拉一下 轻轻拉就行了 不用蒙的扯 不要那样的事 然后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连上 天天把过最远 现在教大家怎么找到从引擎 发动机引擎这个地方 那些线怎么通到内饰的 那现代的车是有很多电阻的电阻盒 电阻器在这个引擎这个 引擎室内的 但是我们这老车显然没有 它唯一有的就是这个 一些接线盒子 然后你是不可能把线穿过去的嘛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类似于橡胶圈的 那么我找到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 这个后面这里有一根线连着 然后这个呢 你如果摸它的话呢 它的材质是橡胶 所以它是可以穿过去的 这根线应该连在变速器上的 它是告诉你 你现在正在跑多快的一根线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就是把线从这个橡胶圈里面穿过去 在你找到这个橡胶圈以后 你需要在内饰同样找到这个地方 它同样也是一个橡胶圈 我们可以分析前面这些位置的摆放来分析出 大致这个橡胶圈在什么位置 这一个整个机器都是刹车嘛 一整个一个外圈大圈 它都是连着刹车的 如果你在里面朝这边看的话 橡胶圈就连在你的刹车的左边 我们现在来到内饰 这个是刹车 刹车一根杆上去 一直连 连到这儿 这个 就是 brake booster 就是外面那一圈大的 然后一圈大的 它大概很大 所以要在它的左侧看一下 这一根线就是从防火墙 从引擎里面穿出来的一根 告诉你你现在开多快的这一根线 感应器 在我这里呢 有一根很长的棍子 它是可以弯的 它是属于车的信号接收器吧 但是是从 别的废车上拿下来的 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有用途了 没有这个的话 你可以拿个螺丝刀 螺丝刀也行 十字螺丝 但是要最好要细一点的 然后你把这个从里面 往引擎那边穿 穿进去 现在我用这个长的包废的这个收音机接收器 从里面往外顶 我能站在这中间 手放在这 感受它从哪里顶出来 但你感受到它从哪里出来以后 你就在那 用一把刀 如果你有锋利的那种 呃 直的 细的 能捅进去最好 但是我这没有 我只有 用这种最简朴的工具 用刀把这 你觉得那个的位置滑开 滑一个x字 叉字 那我在那边割了小刀小几刀 然后现在 用力一捅 调整的方位就把这个捅出来了 这捅出来呢 万事就好办了 我们把这个拉出来先 把我们之前接好的这个正极的线 绑在那根 我们从里面穿出来的这根铁棍上 注意你要 看一下你怎么分配这些线 绕到这儿了 或者这儿了 不要让它接触太烫的发动机 不要让它缠到这些 皮带上面 也不要 放在这底下 不然会被压断 就是要小心一点 把这一根线 呃 用胶带 固定了一下 绑在 这根铁盾上 然后我们从里面拉铁棍 这样外面的线就能接到里面 往外拉 线就接进来了 成功从外面接了一条线进来 把线穿过来以后 我们继续 去拉 把多余的线全部拽过来 同时要注意 你不要那边那边拽断了 把那个连接处拽断了 要留有一定的 余地 大概再拉个五厘米左右 电阻盒里面 我们要找一个电阻 当发动机跑的时候 它才通电 当你引擎熄了火以后 它就不通电 它这里写 hard at all times 就是说它一直是通电的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要找一个 hard when it's run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hard in run 就是当发动机跑的时候 你才会 它才会通电 这个ac fuse的话 是空调的那个电阻 那我们找到ac的电阻 是在左上角的圆圈的右边的右边 下面的下面 一个25单位是25的 那在我们选电阻连接线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像ignition啊 这些点火的这些引擎发动机这些东西 相关的电阻 我们就不要接在那里 因为你不希望你因为电量过大 烧了一条线以后 你整个车就报废了 对吧 如果这个灯是劣质的灯 对吧 我们也只是烧一个 不相关的电阻 比如说空调的电阻 那是没有所谓的 空调不能用了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修嘛 但是你如果烧了别的电阻 你车放在路边 你拿不回来就很尴尬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到我们的ac 空调的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ac的电阻了吗 这个绿色的 他上面写着25的单位电阻值 但是这里写的 这里上的是30 所以之前有人换过的 这是个30的 我们把现在把这个拔下来 拔下来以后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电阻还是完好的 所以我们不打算换了 他说25 但是这个是30的 我们外加我们一个灯嘛 这个灯可能也就5吧 再给他附加个5 这样的话确保安全嘛 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个线呢 绑在这上面 好 现在我们绑好了 绑在他一个脚上 然后给他塞进去 可以看到这个30的这个 绿色的一条黑线接着进去 就是我们刚刚接的嘛 你现在推的时候可能要用力一点 因为他 毕竟压着一条线 都能有钱你的刺し有 pregnant 所以现在我有赞呢 狠有肥oc 米牙 到底再适议räum compt着说 现在成功以后 我们就太小了 把这些多余的线给它捆起来收到上面 确保不要碰到这个刹车的这一根杆 就像这样子我们给它捆起来捆好 然后收上去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个给它盖回去 然后把钉子上上去就结束了